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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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春不得者 万物升光辉 各位大德 各位爱华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知道到了春天以后 就感受到阳光的重要 尤其在阳春三月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阳光灑落在所有的树梢上 发出光光亮亮的生灰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阳春不得者 万物升光辉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阳光对于万物 对于人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让我们感受到 我们人就要像阳光一样 广布恩责 普润大众 好 那我们今天呢 用一个这样的一个钢器 所以说呢 其实像 我自己蛮偏爱红柚的东西 因为红柚的东西呢 放在家里 然后他会觉得家里蛮喜气的 而且像这样的钢呢 它能够感觉上很有包容性的感觉 我们常常说呢 其实静观万物 所有的器皿都有它的含义 比如说我们讲说 中华花异的六大器型 那钢讲快题 那碗球 中长 统众 婉约 兰桂 端庄 那我们也说 旁花宽广 那平花高昂 那在这六大器型中呢 钢花是盛行在中国的唐朝的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用一个很大的钢 但是呢 这个钢呢 我们觉得它宽口 然后很适合今天我们说的 那个万物生辉 那阳光广布 普润大众的感觉 好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花彩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我用的这个是金色的珊瑚椒 那金色的珊瑚椒呢 在 其实在冬天 它已经是结成一颗一颗黑色的果子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它另外还有一个原住民的名称 叫做 马告 那 那个 这个黑色的果实呢 非常 非常聪明的 这些商人能把它揽成金色 那就变成花式最受到喜欢的一种花彩 因为它像那个金玉满堂的一种感觉 好 那我稍微把它剪短一点点 那我今天非常的有胡包 买到一只这么漂亮 然后这么大只 而且又这么丰富的满满的这个 金色珊瑚椒 我一边在剪 刚刚在剪这一一一一 用剪刀剪下去的过程中 我就闻到好香的香味 它不只是果实的香味很香 它的那个日干的香味呢 我刚刚一剪开而已 哇 就闻到好香的一种 珊瑚椒有一种戒在姜 然后有点辣椒 然后一点柠檬的这种香味 有三种味道合在一起的感觉 好 那我先把这一只金色珊瑚椒 把它高高的插起 哇 就会觉得呢 在画面上就会觉得 哇 真的是很美 而且好像很喜气的感觉 好 它还是非常坚硬的 那我不要去剪掉它太多的这个织材 平常我们都蛮修它的那个 线条的美感 不过在这一只金色珊瑚椒 这个在过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呢 在擦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把它修到甚很少 因为这样子会感觉上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饱满的感觉 那陈如狗我刚刚所介绍的呢 我们有时候在观看大自然的 这些植物的时候呢 我们也去感受到就是 万物生辉 就像 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很细密的 很用心的去接触所有的花草植物 那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走进大自然 不要只是说我只是为了运动 然后我要吸这个羊而已 有时候我们还要用眼睛 用心鸣 用身体 每个部位去感受自然的美 像有时候我们走到大自然中 看到那个阳光灑落在树梢上 那整棵树那个金黄色的感觉 那种阳光的美 跟树之间形成的一种美 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再擦完了这个金色珊瑚椒之后呢 我来加一只这样的一个火焰百合 因为呢 这个火焰百合呢 它感觉上在冬天的时候使用它呢 很喜气 色彩也很缤纷 它是整个是 红色跟黄色 好 那火焰百合的叶子呢 我们把它稍微的拿掉一些些 好 好 把它擦高 好 我们再把它 大概在中段的地方 中段的地方 然后把火焰百合呢 把它表现出来 让它很明显 很清楚的感觉 稍微由后往前擦 然后呢 我们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 接下来我们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山树 各位阿博菩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山树叶呢 好 它是 呃 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 鹿角角 正式的名称呢 不过它是山树科鼠的 好 我把它剪一些些 因为呢 在阳春山月的时候 我们让它感觉上 绿意盎然的感觉 好 那我们知道呢 春天呢 我们在过去也常常介绍 春天 春者 唇叶 那 万物唇唇欲动 所以在古代呢 春字是三个春结合在一起的 好 我们说 蠢的意思 就是说 在春天的时候呢 所有的万物 动物植物都是蠢蠢欲动 好 所以在这样的节气的时候呢 我们 插这个 呃 呃 代表一个春天的意思 好 那我用一些这个 鹿角角呢 先把下段的空间呢 把它固 固起来 好 那春天的季节的时候呢 我们在古书上记载说 春天呢 因为充满了生意 大自然充满了一种 欣欣向荣的生意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爱护整个大自然 好 所以在古代呢 这个时候不 不可以随便伐木的 好 不可以 古代节 不可以随便的伐木 好 然后呢 不附鸟巢 好 不可以去翻覆鸟巢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 所有的 呃 鸟类呢 都在怀孕 然后在 呃生产 生育下一代的宝宝的时候 好 所以这个时候不可以翻覆鸟巢 好 然后呢 古书更记载的 不可以接折而渔 好 就是不可以到海里面 水里面去捕鱼 好 在中国古代呢 啊 如果你犯了这些 这些规矩的话 还要被处罚的 好 然后不可以伐木 好 不可以砍木材 不可以烧山淋木 好 因为呢 啊 其实 古人呢 他们对这个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视的 好 就觉得 万物的深意 啊 尊重大自然的万物 好 那我想 我们生命电视台呢 呃师父呢 呃 我们的海涛师父呢 是最注重生命的 好 然后 对于万物的爱惜呢 啊 是 呃 常常做的很多事情 都令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 那 事实上呢 这些在中国的古代的 呃 儒家的思想里面 他也在尊尊的告诫我们 好 那当然 呃 呃 我们佛家讲 呃 呃 最大的一个 一个慈悲啊 就是救护众生的生命 好 好 那我现在在下段呢 用一点点绿色的这个山树 好 好 那去表现这个春天的时候 那个利益安然的感觉 那万物生会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再用一支这样的一个金菊 这样的一个金菊 好 哦 因为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尤其是过年的这段时间插花呢 那我们可以 还是选用一些吉祥的花器 吉祥的花柴 好 好 那比如这一朵呢 好 其实它是有点点 呃 呃 咖 我们称为 有点咖啡精的这个色彩 好 好 好 那我们上次介绍过菊花呢 一种可以这样直接串心 好 因为它有时候是空心的 可是现在的菊花 因为它的结很多 好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用另外一个方式 好 比如说我现在用20号的铁丝 好 然后我把它 这样子 啊 弄过来 好 然后我要 我需要稍微折肢它 因为我们在擦这种花器的时候 当它的口是比较宽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枝脚的一种优美 好 如果说枝脚它太散呢 那这个花形感觉上就比较不好看 好 那我现在把它上了一下铁丝 好 好 那这个铁丝呢 要慢慢的去 在经验中知道说 它大概要用几号的铁丝 所以 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学讲说 而且这个铁丝要上的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 非常的 好 才不会 折肢的时候才不会断掉 好 那我现在把它上了铁丝之后 然后我有点用指甲的力量 把它压一下下 那各位阿菩萨现在有看到 它有点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那我用它来做我的 我今天的除了 除了 火焰百合之外的另外一个竹花 让它有比较丰富的感觉 好 然后呢 再下段呢 再加一点点的这个 鹿角角 因为这个鹿角角呢 它会感觉上很绿意的感觉 好 再加一点点的鹿角角 那我们一边在擦的过程中呢 我就发觉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讲说呢 阳春 在阳春三月的时候 那阳光整个洒满了金色的大地 然后呢 所以所有的万物呢 它都是折折升灰的 好 那我把这个珊瑚礁呢 在下段的地方 再加一点点 好 然后我下段的地方呢 也比较集中一些色块 所以我们刚刚介绍到春天呢 是 生的季节 所以在春天呢 就是要 爱护大自然 珍惜大自然 好 我们用一些这个 金色的珊瑚礁 就要集中在一个区块 好 我们用一些这个 金色的珊瑚礁 就要集中在一个区块 好 然后呢 我再用一片的这个 电薰蓝叶 好 我们把电薰蓝叶呢 做它的一个基盘 让它有点衬托起来的感觉 好 前段跟后段 好 好 把这个 因为这片叶子稍微低了一些些 我再把它调整一下焦度 因为 我们虽然说 不是很标准的一个 钢花的花形 不过呢 基本上 有一些 基本的这个理论呢 我们还是要去 呃 去遵守的 比如说呢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当我们在擦这种 类似钢的花形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所有的叶子呢 都不能碰到气源 好 这也是我们擦花里面 它非常特别的一点 就是说 在中华花艺的擦花里面 我们很注重 花跟气源的一个 一个互动的美感 就是 我们在擦的时候 尽量的能够把气的美 显现出来 好 那在西洋的擦花的时候 它大部分都会把气整个遮饰 起来 那所以这也是 我们东方的哲学思想里面 非常可贵的一个部分 好 那擦完了这个 这朵金桀之外呢 我再加一点点黄色的小菊 好 譬如说呢 那我再加记得这个 黄色的小菊 好 那这种黄色的绿心小菊呢 也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非常好叉的一种菊花 我们在做很多的大作的时候 它可以用来补一些空间 跟做色彩 那我们有时候 在道场擦石工羊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 很好用的一个花材 而且因为它的明度很高 然后擦起来都很美 所以常常我在订花给同学们 我们的老师他们用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跟我说 要这个金黄色的这个绿心小菊 那这个花材呢 在平常不管擦斜井花呢 或擦任何的花型 它都是非常的好用的 好 那我们把它折一下下 那各位爱华佛达先生可以看到 当我折这个细枝的时候 我就要用细铁丝 然后 所以我们常常说 擦花呢 要有一双慧 要一个慧心巧手 就是说 很灵慧的心 阿比斯 你看到这个花大概用几号的铁丝 然后很细腻的手 要把那个铁丝加的怎样 加的很好 所以 我也常常跟我们的老师 同学们分享说 其实呢 人家说会得老年痴呆症 那常常学话 一定是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因为那个铁丝来的应用 或者那个折枝各方面 因为你如果没有很善用它 一下子就把那个 这个枝叶给折断了 所以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中晚年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 情绪跟感觉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花 这样插成一点点金色的 这个小花了 然后 整个色彩上都是走 非常阳春山越的色彩 因为我们刚刚用了一个 就是在 在春天的时候 那个阳光洒落在大地的一种情境 来插花 好 那我们插这样 插完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调一些饰品 比如各位阿拉伯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解释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配饰呢 我们称它为索宁囊 那这个 索宁囊有一个非常 非常 感人的一段 那个 戏剧故事在里面 以后我们有空 有音源再慢慢的说 那我们配上一个这样很美的 索宁囊之后呢 我们让它感受到 珍惜那个福报 珍惜福德的一个重要 好 那接下来呢 我用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台座 好 然后我放上一点点叶片 好 试试看一下 用一下叶片 我们做一点点的布置 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 或者在春天的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来做一些 比较特殊的设计 接着各位阿拉伯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两个非常可爱的 这样的一个 那个 纸做的娃娃 纸雕的娃娃 那这是一个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 那他们做的 他一个老师做的 那他上次 刚好有音源 就送了我两个这样的一个娃娃 然后呢 我们把它当做 在春天的时候来运用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 我们刚刚念的那个 阳春不得者 万物生光辉呢 我们就知道 其实在春天呢 当我们看到 金色的阳光 洒落在大自然中的时候 也是我们人要懂得去 珍惜春天的这个季节 所以在古代也有所谓的人日 就是农历的元月七号 我们称为人日 那所谓 所以选元月七日做人日呢 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呢 万事欣欣向荣的 万物欣欣向荣的 那人在这个时候看到 万物欣欣向荣 我们要懂得生命的可贵 那大自然带给我们很多生命的启发 因为他们都在生长 都在春天都在生长 所以这个时候人也要掌养自己的志向 然后在春天的时候 立定志向 让自己跟着那个生意 因为我们知道呢 到了秋天我们就要走收敛的 我们说秋收冬场 然后春天的时候呢 就是要发志向的 那要把自己广大的目标 或人生的目标 在这个时候再做一番的审视 那这样的一个万物神会的作品呢 希望也能够在新春的时候 带给你很多的喜悦跟圆满 CJJ LV LV 好,那我们接续阳春不得者万物升官会 那我们再做另外一件的作品 那各位阿拉普少爷看到我现在 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不是钢,但是它算是盘的 因为它是向外放开来的 那就算是一个红色的盘了 好,那我继续 刚刚的那个金色的三龟来的这个花财 好,那我把这个三龟来呢 让它呢,这样子插起来 那这支金色三龟来非常的美 它刚好有一点点S型的感觉 刚好有一点这样子倒挂过来的感觉 好,然后呢,我们加一点点的后段 加一些些的后段 那其实呢,平常 如果您喜欢这个在过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觉呢 台湾到了过年前的两个礼拜 几乎是比较少那个绿色的植物 那很多金色的植物 给染成各种各式各样的 那种类非常的繁多 好,那我今天接下来 因为已经是比较有进去水的感觉了 所以我用的是海鱼 因为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呢 很多的海鱼呢 在春天的时候绽放 好,所以我们用了两只的海鱼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植物本身也有所谓的清水性 也就是说当这个水呢 我们放的比较低 比较看得见的时候呢 我们就也蛮适合擦这种水深的植物 好,那我用两只的海鱼 来做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那当这两个颜色呢 它都是一样都是很亮的颜色的时候 我还是要用一点点的色切 就是用绿色的颜色 去把这个感觉把它切开来 好,所以呢我用了这个 这个还是一样接续前面的 比如说我常常很喜欢分享说 我们买一把这样的一个鹿角角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擦 整个屋子里面都是同样的一个气氛的感觉 那这种一丝一花的这种观念呢 它在我们擦花在中国的明朝呢 是非常盛行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擦法呢 它比较典雅 比较不会觉得整个屋子里面的话 很多种比较复杂 好,那我们应用在现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这个 这个所谓的民宿或者有一些 有一点文创的一个空间 那都可以把这样的观念把它用上去 那会觉得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不管你在住宿呢 或者说你在里面呢 做这个餐食在空间的布置呢 它都会感觉上比较典雅一点点 好,那我们加上绿色之后 是不是觉得很深意盎然呢 好,所以也让我们感受到绿色的重要性 然后大致人的一个重要性 好,那我在这个座点上面 我还是为了让它很喜气很吉祥 还是加一点点这样的光灯百合 好,光灯百合 好,那光灯百合的颜色很美 它造型也很可爱 然后很多人都会很喜欢这样的花 那光灯百合它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说它也还算是蛮耐的花 好,我把它擦一只高一只低 让它有两只的感觉 那它虽然跟海鱼的颜色呢 有点类似 但是呢,还是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呢 它的颜色是比较偏橘色的 好,那我让这个只脚稍微的集中一点点 那这样子花看起来会特别的有精神 好 好,那擦完这个花之后呢 我再加一点点 有点对比色的色彩 因为我们知道呢 有时候我们在调和色中呢 也要有一点点对比色 所以我们常常说 大对比中有小调和 那小调和中有大对比 那这样的话呢 会感觉更有意境 而且更有内涵的感觉 好,那我加一朵紫色的结梗 好,把它放上去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作品呢 把它擦起来了 好,那我们把这个作品呢 也做一点点的配饰 好,那我们在这个金色的珊瑚礁上面呢 钓一个这个金色的球 虽然这个球呢 它非常的平凡 但是呢 感觉上也会有特别一种喜气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平常在过年的期间呢 我们用金色红色两个色彩呢 就会觉得已经在空间的美感上 还有那个能量的那个喜悦度 这样就很高了 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小配件 非常的可爱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水中佛 那这个水中佛是 我们每次发行到道场 到那个生命道场去插花的时候 那师姐会送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水中佛 那有史以来 我们最开心的就是收到这个水中佛 那回来以后我就教了学生 每个人都把它布置的很美 因为这个水中佛呢 它也是一个象征一个财运的一个佛 所以我们的老师们回来了都好开心 那当然其中它还有很多的故事跟典故 它的那个慈悲心啊 它望着太阳呢 希望呢太阳能够晚一点到要用武灾的时间 免得很多拖拨回来的生人呢 不能够有那个武灾 就是过午不时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跟标准 所以我想呢在过年的时间呢 我把这个水中佛呢 那建有一些绿色的植物 然后也是一样用金色的山柜来把它布满了 然后觉得那个水中佛的那个眼睛的那个光线呢 就往了那个太阳的那个角度去看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阳春的这个光芒的这个阳光呢 洒落在大地 那带给我们人的一种生意 那从中间我们也去体会到 我们自己也要像阳光一样 那散布自己的生命 那散布自己的热情 散布自己的爱 所以不管从哪一个角度 对社会上或者到道场里面 那去做一工 那把自己的生命呢 像阳光辅算大地一样 照落到每一个角度 那愿慈香滑 片满十方 供阳三宝 护化隆天 普讯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划播 户名中华印经协会 划播帐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帐号 银行代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药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2024 药师经消灾祈福法会 恭请战行法师 战红法师共同领众 日期4月16日星期二 时间13点半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共募福恩 亲民孝亲报恩 佛教慈悲至夜高雄分会 举办八观灾界 祭祖操建普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4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7楼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法会设有各项功德主项目 欢迎提前来电登记 恰询电话 中文字幕提供